2024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战即将举办 近日各国运动员陆续抵达深沉 5月12日巴西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和澳大利亚滑板队 达卡世界最大滑板公园新将完成SMP滑板公园 他们在公园中的各个场地练习高难动作 并与中国小朋友们进行互动 随着小轮车、滑板、攀岩等运动成为奥运会项目 极限运动也在青少年群体中悄然兴起 每个月在新疆湾SMP滑板公园内 都开展了大大小小的各类极限运动赛事 这座SMP滑板公园占地面积13700平方米 2005年竣工后获得面积最大滑板公园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认真 巴西国家自由式小轮车队队员卡尔索萨表示 自己已经在SMP滑板公园训练了两个多小时 而这样一个训练场地深深震撼到了他 是有趣的在上海中在上海中的第一次OQS 我们在旁边的公园里面 这城市是有趣的 我们还没有在旁边的公园里面 所以我们还没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了什么会训练 但我们期待很多人 很多人的纪念中的纪念 给大家 我们希望所有的套战都做了自己的最好 没有人会受到疼 因为我们没有人会受到疼 我们想表明 BMX 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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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全球的距离舞 这会是很美丽 当天 黄金海岸天才滑板少女阿丽莎特鲁 也慕名前来打卡 她是首位在比赛中完成720度旋转动作的 女子滑板运动员 因其在比赛中的突出表现 在2024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颁奖礼上 被授予年度最佳极限运动员奖项 首次来中国的阿丽莎特鲁 对中国文化也充满了兴趣 主动学起了中文 我喜欢滑板 据悉 2024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 将于5月16日至19日 在黄浦冰江浦西市部园区举办 包括自由式小轮车 霹雳舞 滑板和攀岩四个项目的奥运会资格赛 届时 来自世界各地的464名顶尖运动员 将全力争夺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